这是一个迷一样的故事 戈壁大雨中才会出现的古老鬼城 到底是谁的城市 海底墓穴中诡异的古诗 是不是汪藏海 战国博书上毫无意义的天术和鬼图 到底有着什么含义 废弃疗养院地下室 那来历不明的巨大石棺里 装的到底是谁 录像带中诡异的行为 有着什么不为人知的含义 西沙考古队 那从来没有人提起的诗艺人 到底是谁 第三十三集 潘子被从树上猛地射下来的另一条树莽 一下子就咬住了肩膀 接着一闪失剑 蛇身一弓就将潘子提了起来 说时时那时快 就见潘子临危不惧 单手连转了几下就把自己的折叠军刀给翻了出来 然后往上一刺猛地就扎进了蛇的眼睛里 那巨蟒躺得整个身子都弯了 一下子就松了口了 潘子给甩了一下 撞在了树上翻着跟头就摔了起来 满脸都是血呀 接着阿宁从背包里打起了两个冷烟火 双手往膝盖上猛然一敲 点燃了 冲到了蟒蛇和潘子中间 用冷火焰挡住了蟒蛇 同时对我们大叫 把他拖走 快跑 我大叫不要啊 冷烟火的温度不够啊 阿宁就说 你知道蛇不知道 我和胖子猛地冲过去 扶起了攀子就往树林里跑 但是还没有走几步呢 突然水花伴着烂泥浪一样的打了过来 转头一看 闷油瓶身后的巨蟒竟然仍旧没死 蛇头上都是血 巨大的身躯狂怒着追着闷油瓶 而后者正朝我冲了过来 巨大的蟒蛇在身后狂舞 看上去竟然像飞了起来一样 蟒蛇很生气 后果很严重了 我脑子突然出现了这么一句话 看着那情形 竟然腿都软了 闷油瓶大叫啪响 胖子一把抓住我就往前跑了一步 猛的就卧倒在了水里 蟒蛇瞬间就到了 闷油瓶和阿宁一翻身也滚进了泥里 蟒蛇巨大的身躯贴着我的后背就卷了过去 一个刹车不住就撞到了一边的大树上 树几乎给撞蛇了 树叶和树上的浮着物 下雨一样的往下掉了 我们爬起来也分不清楚东南西北了 胖子的杀心大气 大骂了一声 我操你奶奶呢 跟他拼了 说着竟然一下子抽出我腰里的匕首 朝着那撞懵的蟒蛇就冲了过去 我赶紧冲上去 拦腰抱住他 不让他过去 闷油瓶也爬起来 我看他肩膀上全是血 显然受了很重的伤了 他气喘着 指着一边的丛林对我们叫道 快跑 这两条蛇不对劲啊 一看闷油瓶伤成这样 胖子也犯了嘀咕 忙将潘子背起来 将潘子的枪扔给我 我抬枪垫后 一行人就直往丛林里逃去 刚冲进灌木里 后面水花溅起 那蛇竟然又来了 谁也没功夫看后头了 树木之下 是从极其茂密的灌木和蕨类植物 我们一下冲进去 枝条都带着刺儿啊 划过我裸露的皮肤 拉出了无数血条啊 疼得我直咧嘴 但是也管不了这么多了 咬紧牙关就狂跑啊 谁也想不到 我们可以在丛林中达到那种速度 要是一直按照这个速度 我们早在今天中午就过了峡谷了 我们很快就冲到了峡谷的边缘 山地上全是瀑布 水一下就伸到了膝盖 这下再也跑不快了 我回头一看 我靠 那条蛇几乎就没给我们落下多少 盘龙一样的身子 在灌木里闪电一般就跟了过来 我们想要再跑 再往前就是瀑布了 没路了 胖子就大骂 我靠 谁带的路啊 几个人都慌了 这里水这么深 洞也洞不了 而树莽在水里十分的灵活 这一下真是凶多吉少 这时候阿宁看到了什么 对我们叫 哪里 我们顺着他的矿灯看去 只见一边山沿的瀑布后面 有一道裂缝 似乎可以藏身 胖子就急叫 快快快 我们冲过去 冲进了瀑布 裂缝的口子很窄 蟒蛇肯定进不来 我们人进去都很勉强 几个人都侧着身子往里边挤 里面全是水 我们几个勉强挤得进去 胖子却打死也进不来了 我们拼命地拽他 他也拼命地往里面挤 也只是进来一条腿 在里面的阿宁 就把矿灯照向缝隙外 巨大的舌头 已经在瀑布的水帘歪了 那是一个巨大的影子 胖子也慌了 大叫你照什么呀 关灯关灯 我就上去 捂住他的嘴巴 轻声喝他闭嘴 但是所有人都知道 躲肯定没用了 都抄起了家伙准备拼命了 可是奇怪的是 那条蟒蛇 竟然在瀑布外面徘徊 没把头探进瀑布里面来 徘徊了几下 竟然扭头走了 这一来 我们面面相去 都莫名其妙 只要这蛇 只要这蛇 稍微把头再往里边一探 碰 肯定就完蛋了 我们不可能袖手旁观 那就是一场死战 不死一半也够呛 怎么突然他就走了呢 难道他害怕着瀑布吗 这时候 我们听到缝隙的深处 传来一连串 咯咯咯咯的声音 好像是鸡叫一般 外面水声隆隆 也并不响亮 但是这里听到鸡叫 特别的行耳 我们一下子就全部听到了 所有人都转头 此时才有精力 来观察这条缝隙 发现里面的水 都没到我们的腰部 再看缝隙的里面 再进去就没有了 而在尽头的石头缝里 站着什么东西 这东西完全是 隐没在黑暗里的 利用矿灯的余光 根本发现不了 我的眼神恍不理想 也看不清楚 但是我一看到这东西 站着的姿态 就感觉不妙 我也说不出到底奇怪的什么地方 于是让阿宁把矿灯转过来 灯光探过去 那东西露出了真面目 我看了一眼 足有两三秒吧 没有意识到那是什么 但是极度惊讶的两三秒 随即我就反应了过来 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我看到在缝隙的最里面 有一条大概手腕粗细的蛇 这条蛇不是蟒蛇 浑身火红 舌头是非常尖锐的三角形 上面竟然长着一只大大的机关子 而让我最不敢相信的 这条蛇竟然是直直的站在那里 舌头低垂 目露凶光的看着我 整个姿态啊 就好似一个没有手脚的人一样 我看着那条蛇的眼睛 几乎就不能动了 就这样给它蹬着 直到阿宁拉了我一下 那一瞬间我才意识到 我看到了什么东西 也知道为什么那条巨蛇 要放弃我们了 童年时候的恐惧 立刻就传遍了全身了 这竟然是一条野鸡脖子 这里怎么会有这种蛇呢 我再仔细去看 火红的机关和蛇身 以及那种直立的骇人的姿势 就是野鸡脖子没错 一下子 我的冷汗就滋滋的冒出来 这种蛇十分的罕见 在我们老家 它被叫做雷王红 我小时候 在山上见过一次 据老人说 这蛇就是蛇里的帝王 所有的蛇都怕它 它贴地而飞 行迹如电 而且奇毒无比 爬过的地方 植物杂草 甚至会自己分开 而且这种蛇不能打 打死了 会有同类来报复它 我后来看过一本清人笔记小说 有云 这种蛇乃是小龙 沿着山川龙脉而骑 又说是盘踞在龙脉上的蛇经 有的地方 有天雷杀妖的传说 大多是有雷劈的山上 炸出这种蛇的事情 不过这种蛇近几十年就几乎绝迹了 竟然在这里还有 真是出乎我的意料 胖子它们没见过这种蛇 都字字成奇 几个人里面只有闷油瓶 也和我一样脸色有了变化 不过那火红的蛇身和凶狠的姿势 就表明了 这剧毒蛇的身份 几个人也都不敢轻举妄动 这真是刚逃离忙口又遇到毒蛇 我心里一边懊恼 一边提醒自己 看来这个地方真的要加倍小心 不能什么地方都乱钻了 和猛蛇硬拼 还有一线生机 和毒蛇搏斗 一般不是全胜就是全输 这个险没人感冒 而且野鸡脖子一般也不会招惹人 现在它做出这么威胁的姿势 是一种警告 可能这缝隙是它的巢穴 那这里绝对不能呆了 我挥手让他们不要做出攻击的姿势 慢慢出去 阿宁扯出冷烟火 递给我让我当武器 我把冷烟火横在自己面前 这样不至于在野鸡脖子突然发动攻击的时候 只能用手去挡 我们小心翼翼地推出了缝隙 一个一个都很顺利 轮到我的时候 我总算松了口气 转头看了一眼缝隙里面 黑黑的已经看不到蛇了 心说幸好没出事 从缝隙里下来 踩进水里 胖子就用矿灯探到瀑布外面 照了几圈 大蛇也不在了 安全了 我们几个人都吁出了一口气 我们去看被胖子扶着的攀子 他有气无力地摆了摆手 说没事 就是摔得有内伤了 不过还死不了 我们互相看了看 都发出苦笑 几个人衣衫不整 浑身是泥呀 阿宁的胸口都几乎露了出来 他若无其事地扯了扯自己的衣服遮住 我们也没有力气去看 装备包只剩下两个 闷油瓶的黑筋骨刀丢了 胖子手里是我的匕首 他自己的匕首也没有了 闷油瓶和攀子的肩膀上 全是密密麻麻的血孔 给蟒蛇的牙齿咬的 特别是闷油瓶啊 他可能是硬挣脱出来的 很多伤口都是活开的 真是没有想到 一条蟒蛇就能把我们搞得如此狼狈 我看了看天 雨已经停了 天光已经亮起了 峡谷的边缘树木稀疏一点 能够看到黎明即将到来的那种晨曦 一边是瀑布 一边是丛林 四周传来鸟叫 如果不是亲身经历了刚才的恶战 这将是多么美好的情形啊 众人安静地看了一会儿风景 胖子问道 哎 我说 现在怎么办呢 阿宁走到瀑布边上 接了点冲下来的雨水 洗了洗脸就说 等天亮了 我们回去 把装备捡回来 然后找个地方休息一下 这里太危险了 我们还是得快点出去 那娘呢 你说的容易 刚才我们跑的时候 完全是乱跑 也不知道那棵树是在什么地方 我们怎么去找啊 那也得去找啊 现在不回去 等需要的时候 想去找就更不可能了 阿宁疲惫地按了按脸 又卷起自己的袖子 把头伸到瀑布里面 草草地冲洗了一下 洗完之后 短发一甩 泥沙退去 翘脸总算恢复到以前的样子 就招呼我们出发 我想到还要回到那个地方 心里就长叹了一声 但是这个女人说的没错 这个时候确实必须这么干 就是不让人喘气啊 感觉还没有缓过来呢 几个人背起自己的东西 阿宁到底是个女人 还是比较爱个安静的 看我们走得远了 就拉开了自己的衣服 用水去冲自己的胸口 这个时候 我的眼角一闪 就看到瀑布里面 有一团红色闪了一下 同时我们隐约就听到了 咯咯的声音 我突然感觉到不妙 对阿宁说 阿宁 小心一眼 离瀑布远点 怎么了 阿宁转过头看了我一眼 不知道为什么 露出了一个很淡的笑容 和他以前的那种笑容不同 我看着惊艳了一下 就在那一刹那 一头火红的蛇 猛的从瀑布里钻了出来 一下子就盘到了阿宁的脖子上 高高的昂起了他的头 发出了一连串凄厉 而高亢的咯咯咯的声音 我也看完了 丢掉手里的东西就冲了过去 才迈出去第一步 就看到那野鸡脖子闪电一般的咬了下去 阿宁用手去挡 却没有挡住 舌头一下子就咬住了他的脖子 他尖叫了一声 一把把蛇给拽了下来 扔到了一边 捂住脖子就倒在了水里 我们都冲了过去 那蛇竟然不逃啊 猛的从水里蹿了起来 犹如一只剑一样朝我们飞了过来 胖子叫了一声 用刀去劈没劈到 眼看又要中招了 一边的那油瓶凌空一捏 一下子就把舌头给捏住了 舌的身子立刻就盘绕到他的手臂上 想要把舌头拔出来 就见闷尤平用另一只手 卡到舌的脖子上 两只手反方向一拧 咔嚓一声 舌头就给他拧了个三百六十度 然后就往水里一扔啊 那野鸡脖子扭动了几下 就不动了 慢慢的浮了起来 我们忙去看阿宁 我上去抱起他 却见他脸上的表情已经凝固了 喉咙冻着想说话 眼睛里流着眼泪 似乎有一万个不甘心呢 我头皮一下子就麻了起来 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整个人发起抖来 接着只有几秒钟的功夫 他的眼神就涣散了 整个人就软了下来 然后头也垂了下来 两分钟后 阿宁停止了呼吸 在我的怀里死去了 凌乱的短发中 翘立的让人捉摸不透的脸庞 凝固着一个惊讶的表情 我们围着他 直到他最后断气 静下来 时间好像凝固了一样 突然我感觉一切都停止了 心中悲怯 想哭 又哭不出来 胸口像是被什么堵住了一样 这一切发生的太快了 一路上过来 虽然危险重重 我也预料到了 有人会出事 但是我从来没有想过 这个女人会死 而且死得这么容易 这么突然 事情毫无征兆 就这么发生了 刚才还在说话的人 一下子就这么死了 而且是真的死了 我们连救的机会都没有 我一开始 还不相信我眼前的情形 你以为自己在做梦呢 这个女人怎么可能会死呢 她是如此的强悍 艳丽 而且狡猾 外表柔弱 却有坚强如铁的内心 虽然我并不喜欢她 但是我由衷地佩服她 如果要死的话 这里所有人都比我强啊 最容易死的 应该是我才对呀 可是她确实是死了 就在我的面前 这么容易的 真真切切的 随随便便的就死去了 我一下子有了一种 被打回原形的感觉 一次次的事情 虽然都是危险重重 但是我们几个都闯了过来 就连在秦岭 我一个人出去 也勉强活着回来了 我一度认为 在这些事情之后啊 我们这样的人 已经非常厉害了 有着相当的经验 只要我们几个人在一起 虽然会遇到危险 但是大部分都能央服 就算要死 也应该是死在古墓里 最危险的地方 但是现在 阿宁就这样轻易地 死在了一条蛇上 我突然意识到 不对 人本来就是脆弱的动物 不管是闷油瓶 盘子 还是我 在这种地方 要死照样是死 身手再好 经验再丰富也没有用 这就是现实的法则 不是小说 或者电影里的情节 只要碰上这种事情 我们都会死 就算是闷油瓶 如果站在瀑布边上 刚才肯定也死了 我抬起头 看面前茂密的丛林 突然感觉到 无比的恐惧和绝望 那一瞬间 我简直像拔腿而逃 什么都不管了 逃离这个地方 这个时候天终于亮了 阳光从峡谷的一边照了起来 四周都亮了起来 前面水气腾腾 瀑布溅起的水墓 在阳光的照射之下 形成了一团笼罩在 茂密雨林上空的 白色薄雾 美景依旧 美人却不在了 潘子是个看破生死的人 此时虽然也是 一脸可惜之色 但是比我们从容多了 只是受了重伤 也说不出太多的话来 就对我们说 这是意外 虽然很突然 我们也必须接受 这里不知道 还有没有那种蛇的同类 不宜久留 我们还是走吧 找个干净点的地方 再想办法 我想起闷牛瓶 刚才杀的那条机关蛇 心中也多了些侧染 转头去看浮在水面上的蛇尸 却发现尸体不见了 这种蛇 据说会对杀死同类的东西 报仇的 不死不休 诡异异常 待在这里确实有危险 想起阿宁的惨状 也待不下去了 一时之间又不忍心 将阿宁的尸体丢在这里 我就背了起来 胖子扶起潘子 几个人不敢再往丛林里去了 就沿着峡谷的边缘 汤水前进